大家好,我是DISFACTORY,我是Deeper 我是一個在環保團體工作的人,我在地球公民基金會 我們這個專案已經進行兩年多 我很簡單的做為什麼我們要拆偉章工廠的介紹 為什麼要拆新增偉章工廠 我們到昨天都還有再去看台南的工廠 每年全台灣平均有增加1600公頃的農地 從日本還在種田變成工廠 也就是每年大概增加4000到6000家左右 然後它會有火災風險,它會有污染的風險 它會讓大家吃到很不安全的食物 那舊的就算了 2019年的修法的時候做了一個事情是 有強調農地不新設工廠 所以對於新增有一個急報提出的承諾 也有新的法源依據 要去對他們做拆除 那實際的法條是長這樣子 那所謂新增跟基友的界限是在2016年的5月20號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我們 我們 可是新增要怎麼樣找到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而且新增就要被拆 其實全台灣有非常多的法令 也沒有得到落實 像違建 違庭 或是違法偷牌 就算法令說不行 可是其實還是有很多人在做這些事情 那這是2021年的時候 安南區 後面是工業區 外面就有人在蓋新增的工廠 就是明明有工業區可以進去 可是還是有人在外面蓋 然後這是我們昨天去拍到現在台南 還有在蓋的這個工廠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從統一會資料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工廠在新增 然後我們的平台也收到非常多的回報 就是台南 若是歸人 再來是安定 仁德都有很多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在GIMB 就是從2019年7月提案之後 就是做一個平台可以讓大家民眾可以匿名方便 大量可以一次100件自動產生公文 去跟政府檢舉 所以2019來感謝GIMB的各位 為我們一起做三個平台 那一開始是可以回去的 但是有人就是想說 我家沒有住在工廠旁邊 我要怎麼參與呢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 讓大家可以鍵盤參贊的 叫做 大家來找場 雖然手機拿出來 QR code給我燒起來 就是 田建阿北發現隔壁蓋起的新工廠 然後所以你做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大家來找場 你有眼睛的人都可以 就是看 喔 有針劍 有針劍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是 幫我做 所以呢 我就跟剩醫師說 我們修梗圖 他就馬上升了兩張 就是請 玩遊戲 拆工廠 絕對絕對新手友善 不知道今天要幹嘛 就請來幫忙 辨識分量拆工廠 還有如果平常興趣是滑手機 這個專頁也非常非常適合你 然後所以我們這樣來做的是 我們希望今天可以辨識500加 請大家給我玩下去 QR code掃起來 議題的部分請大家聊 我們可以怎麼抵 坦坦式的BUG 還有呢 前端的工程師未想要跳別坑所以他在來的台鐵上 才剛剛把這東西推上線的時候很多BUG需要修 所以歡迎共生師一起來還有抓交替 設計師也需要 還有後端 我們感謝 我們需要這些東西大家自己拿紙條 然後感謝 70位以來的貢獻者陪我們走過這麼多事情 最後歡迎大家跟我們下來敲打